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的诗歌提醒我们说 主的爱比天高 主的恩典比海更深 我们能否体验到 这个爱主的恩呢? 当我们 默想主的祈祷的时候 能够帮助我们 稍微去 体察一下主耶稣的肺腑心肠 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讲题 主耶稣的祷告 今天是来到第四讲 我要大家明白一件事 我们是没有办法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必须分了好几次来说 其实主的祈祷 是从头到尾一气呵成 我小小的建议 如果你的时间 或者你心中有感动有许可的话 真是找一个时间安安静静 用回三几个小时 将主的这篇祈祷文 从头到尾慢慢读 慢慢去默想 读完做我祈祷又再读 我相信 你会更深地感受到耶稣基督那份的爱 因为祂说 他既然爱这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这个祷告是耶稣爱我们到底 今天 我们就会 从约翰福音十七章 从十一到十九节 这一段的经文 来到思想 今天我不再给大家的夹页了 我们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 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我们从十一节 我们从十一到十三节 十一节 其实上次稍微说过 但是和今节是很有连贯性 所以我们从十一节 读到第十三节 你读的时候 我要你慢慢读 慢慢想 我要你同时一边读一边观察 只有三节经文 十一至十三 三节经文里面 有一些很特别的重复 这些字句 几乎好像一样的重复 我想你读的时候 深终去观察 请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世上 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也回复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如灭亡的 好叫经上 应验 现在 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的时候 叫你们 心里 我的喜乐 好 就集到这里 为了方便你去 再看一看 看一看你的经文 看一看回去 你看到有什么 特别的重复吗 记得 第一次我说 《约翰福音》十七章 主的讨文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重复 你就这样看 好像觉得 好像很沉气 或者好什么 其实这些重复 是很有意义的 这单单三节 请你慢慢看 有什么的重复 有没有人看到 告诉我 我往你那里去 我往你那里去 没错 在哪里 十一十三节 非常好 还有 看我 所赐金 《我的明保守他们》 在哪里 十一十二节 是很明显的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写的呢 是有些特别的 既然你看到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结构 来和大家看一看 再说一次 结构是帮助我们明白的 不是说约翰写这个的时候 他的心就是这样 不是 千万不要以为 牧师说的就是这样 不过是帮助我们可以理解 耶稣单单三节 的讨文当中 重点在哪里 第一个我们看到 那个重复 《我往你那里去》 在十一节那里 接着 他在十三节那里说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 这两句 说完一句之后 他有一些祈祷 接着又再重复这句说话 又再带回来 又再有一点的祈祷 那他祈祷了什么呢 你看见 接着 《我往你那里去》 他说 圣父求你 是吧 求什么 求什么 就是求另外那两个重复的东西 一个是说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是吧 在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又说 又再重复这句说话 《因你刺给我的名》 我保守了他们 在那个动词上面 有点点的事态上面的不同 意思完全一样 在第十二节里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主为门徒祈祷 因为他要不再在这个世上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不舍得离开的门徒 对门徒来说 亦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trauma 很大的冲击 他们所叫我主要离开他们 他们不明白 但是他们意识到 有一些很重大的事发生 主要离开他们 要为门徒祈祷 圣父啊求你 因我的名 保守他们 这个因我的名 保守他们 如果译得更贴切 就是说 父啊 求你保守他们 在你刺给我的名里面 求你保守他们 在你刺给我的名里面 刺给我的名 是代表那个人 圣经他们喜欢这样说 换句说话 如果我paraphase 就是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就是 求你保守他们 在我的名里面 名就代表那个人 耶稣基督 保守门徒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是 就是这句说话的意思 为什么要保守他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是因为要叫他们合一 合二为一 我今天不是这个合二为一多说 因为在此下的经文 至于连续重复 在整个这个十七章里面 很多的重复 但是合一说得最多最多的重复 所以我留在下面来说 另外一个的祈求要保守他们 保守他们是什么 维护了他们 是不是 这个维护了他们 和这个保守 其实有少少有不同的意思 很多时候 中文我们不是太清楚 前面的保守 我刚才提过 是使得门徒在耶稣基督里面 即是说 上帝保守我们 让我们事事与主相连 事事与主在耶稣基督里面 但后面的维护 是Protection 是一个英文用Guard 这个字 守护他们 守护 维护 等等 是那个意思 那主耶稣是怎样去守护 这些门徒呢 他说呢 第十二节 他说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 就恩着 上帝赐给他的名 去保守他们 我也维护了他们 也维护了他们 这个是保护了他们 是什么意思 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 其实 门徒的确是没有受到伤害 不单只是他们的肉身 人身是没有受到伤害 另外一个意思 也是保守他们在信仰上面 保守他们的信心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当耶稣说他 还在世上的时候 包括他被钉十字架 死了之后复活 复活之后 在世上还有四十日 包括那四十日里面 我们不要想着 耶稣离开 一复活他就不在 那四十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发觉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 那些事还没有发生 他所用的说法 以前上几次我说过 那个叫indicative 那种语调就是说 未曾发生 但是必定如此 记得我说过这个意思 他有这样的语气来说的 事实上的确如是 耶稣还在地上那段时候 除了他后面说过 除了犹大 除了灭亡之子之后 所有各国的门徒 耶稣不单止在肉身上面 保守了他们 他们没有受到迫害 在那段时间里没有 其实更加重要是 他们的信心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 受死的时候 门徒的信心如何 门徒的信心完全瓦解 门徒的信心是 但是在那时候 他们已经 灰心以冷 希望尽失 完全的压迫 在人看来 其实基督教不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再有什么的成就 因为耶稣的敌人 就是这样看 当这个领袖被杀之后 从来没有人 是可以重新兴起的 其实的确如是 但是怎样呢 耶稣在地上显现 他还未升天 还在世上 显现的时候 他兼顾了门徒的信心 他兼顾了彼得的信心 兼顾了马利亚他们的信心 兼顾了以马五思 两个门徒 想着灰心要走的 他们的信心 再去兼顾多马的信心 你见到耶稣基督在那里 这个就是 互惠的意思 是保守了他们 如果不是那段时间 教会不会再被建立起来 教会不会再建立起来 所以 耶稣基督这个的祈祷 是未曾发生这些事 耶稣基督 当然知道门徒要面对的困难 很不容易的 你要想像一下当时的门徒 他们遭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他们真的很害怕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体会他们的心 所以主耶稣 为他们这样祷告 事情也是他所祷告的 来到去成就 然后呢 说一件事其实很特别的 就是在第二次说 我往你那里去去 这个重复 第一次我往那里去 祈祷就是两个保守 第二次再说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的时候 是怎样呢 他说 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心里面充满我的喜乐 经文里面是怎样说呢 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是说 我还在世上的时候 说这些话 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 耶稣这个世上 说这些话 其实那个话是中数 所以我加一个 这些话 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耶稣说什么呢 你发觉耶稣之前呢 说过类似的东西 当去年 去年七月差不多的时候 我和大家的信息 讲到效法基督的喜乐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 耶稣说过一个类似的说话 十五章十一字的说话 在当时十五章的时候说的 就是这些事 就是指到在十五章之前发生 耶稣在那里 为他们洗脚 又预言他们会怎么样 又说他们有圣灵在他们当中 耶稣会离开 会回来 那段时间我不在那里重复了 当时耶稣就是说 他说这些事 已经对你们说 说完那些就是要让他们心里充满 如今在这一章 祷告的时候 又再说很类似很类似的说话 在这一章十七章十三节 你可能说和前面的有关联 这个可以说是有关联 但是最直接的来说 最直接的来说 这些话就是指着耶稣在前面的 祷告所说到的说话 耶稣前面祷告说的说话 我们已经读过了 在之前的 我将它的重点 在这里highlight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前面的讨文里面 耶稣提到很重要的 一开筹第一第三节的说 耶稣已经完成 那个已经 又说是那个的 未曾但是一定会 那个意思 耶稣完成使命 要离开世界 归乎 耶稣会得荣耀 这个荣耀是极其重要的 这是创世以前已经有的荣耀 让门徒知道耶稣是得逐这一切的 接着他告诉门徒 他已经把道告诉门徒 门徒也领受了主的道 领受了主的道 就是归属耶稣的意思 我之前提过 耶稣不是看门徒 跌倒不是看那些 耶稣知道他们一定守得住主的道 是因为 耶稣已经看的是 祂的道的大难 接着 他很重要告诉门徒 听的就是 凡是属耶稣的 就是属天父上帝 属你的就是属我的 属我也是属你的那段 很多重复的 你们看到那段 耶稣为什么说这么清楚这件事 要重复 就是一样门徒 很清楚知道他们是属天父上帝 是属一个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 在当中 如果他们是属于他的 属于父的一定得门徒的保守 属于他一定得门徒的保守 这个就是刚刚在上次的书说到 会保守他们 护卫他们 保护他们 从肉身 从信心上来到保护他们 你会觉得 那么简单 耶稣说些话给我们听 那 说些话给他们 那么他们就会充满主的喜乐 很特别的 他不是说要怎么样 他就是说我说了这些话给他们听 就叫他们 这讲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 充满我的喜乐 怎么样 为什么耶稣要他们充满主的喜乐 为什么这件事是这么重要 因为喜乐 对耶稣来说 主的喜乐 不是一般性的喜乐 主的喜乐 是一个大有能力 大有能力的喜乐 这个喜乐 圣经我说过这一句 这个喜乐 叫耶稣基督 他就是主的意思 因摆在面前的喜乐 怎么样 就轻看羞辱忍受十架的痛苦 耶稣基督的喜乐 不是经常笑 在这些 我记得歌词的讲道 都问到 你有没有在圣经看到 记载到耶稣欢笑 好像不见到耶稣欢笑 不一定要欢笑 就有喜乐 耶稣面对着一个极其痛苦的逼迫 笑得出的吗 耶稣都不在那时候笑 所以我们面对很多痛苦的时候 不一定要笑 有些人好像觉得 你也没有喜乐 不是这样看的 那个喜乐在我们的心里 形成一种的力量 这个力量大到 让耶稣可以轻看羞辱 忍受十架的痛苦 这样的喜乐就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 为他们求这一件事呢 因为这个和门徒将要面对的 是息息相关 在后面的经文 在后面的经文 他提到这个世界要恨门徒 前面的经文也讲到 你们在这个世上会有苦难 我们一起读了十四至十九节 好吗 因为今天我不够时间多讲十四至十九节 所以我们最有时间读了这段圣经 请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 我也要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这段经文很丰富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 不过有一两个重点 我要提出来 和那个喜乐是绝对有关系的 所以 留意第十四节 他说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在这里 在这里 主说给 主祷告的当中 和父神的沟通 也能够说给门徒 门徒不属这个世界 但是门徒 却是要受猜犬 留在这个世界里面 因为耶稣说 我不求你们 但他们不离开这个世界吗 他们要留在这个世界 门徒要留在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使命 那如果要留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又恨他们 即是要他们留在这里 面对一个被憎恨 被受死 被迫伯的一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还要求他们说 他们必须在这个世上 是分别出来成为圣结 分别出来成为圣结 是信徒 是圣徒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 是必须要的 我们可以跟他们交朋友 但我们不可以同流合污 我们可以跟世人做好朋友 跟他讨论 但是我们不能够接纳他们 各种的观点 他的世界观 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很开放 他说不要紧要 同性戀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盲失 我们明白到他们 他们很多时候还批评 说基督教 你们为什么要 要把同性戀 这件事 来到 单单拿出来 其他的东西不是罪吗 很多人 很多人 半夜去看那些色情的东西 甚至是牧师 又有那些 分外情等等 那为什么你不去指那些 其实这些人说这些 对我们真的很真实 我们不要经常 觉得别人说的 就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要分别为圣 弟兄姊妹 这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祷告 怎样可以分别为圣 是靠主的道 我希望下一次能够更多地说这些 因为门徒要面对这样的世界 因为门徒要在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 所以主 他们必须要被主的喜乐所充满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可以说 耶稣所说的 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神学理论 说你听了这些道理 你就可以了 不是的 其实耶稣说的是一个 活生生的现实人生 这个不是简单的事 如果门徒没有主的喜乐 可以说它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当时的世界 面对当时的逼迫 历史告诉我们 在开始的三世纪 第一至第三世纪 因为门徒受很多很大的迫白 他们通过这个考树 所以主在这里要切切地为门徒祷告 好见门徒心中充满了主的喜乐 耶稣已经说了这句话 当时的门徒 他们有没有喜乐 我再说喜乐不是经常笑笑 他面对很多困难迫白的时候 他们这个喜乐 正如前面所说耶稣 因摆在他面前的喜乐 他就能够承担十字架的痛苦 那些门徒同样因着耶稣 同样因着耶稣基督的喜乐 可以面对当时一切的迫白 后来十二个门徒 除了约翰之外 个个都是殉道而死 拖旗教会的圣徒 他们面对极大极大的困难 但是也是借着他们的忠心 他们心中有主的喜乐 于是教会就不断不断地被建立起来 今天我们想一想 今天我们同样听了主所说的说话 主的祈祷记录在圣经里面 是要让后世的门徒听到同样的说话 同样耶稣向我们这样说 今天我们有没有喜乐呢 有啊有啊 门徒有喜乐 基督徒应该有喜乐 我问是真真正正的 你的心里面 你不需要回答我 你问一下自己的心 我们有没有喜乐呢 有没有喜乐呢 我们的年轻人大学生 当我们考试 考得不好不如意的时候 我的心会不会喜乐呢 或者我想去那间大学 很想去很想去 但是主没有给到我们 那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喜乐呢 又或者在群体相处的当中 当彼此相似之间肯有磨擦的 某个弟兄某个姐妹在背后 我说了一些东西 我不开心的时候 那时候我又没有多久 还是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不是笑的 其实不是单单对我们的年轻人说 对今天每一个成年人 对传道对牧师都要说同样的说话 同样的问题 人世之间的冲突磨擦是 没有法子免除的 但是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 我们是否凭着主给我们的喜乐 来到去面对 按着圣经的教导去面对 这个才是基督徒当尽的本分 时间不多 在结束之前我说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两个人现在还活在世上 第一个人呢 他叫做Robert Reed 这个人一出生 就患上了一种的 不得医的病症 英文叫做Celebral Palsy 中文我翻译它叫做脑痰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法子控制他的肌肉 他手脚扭曲 因为没有法子控制肌肉 那个面部也扭曲 鼻又歪 说话都说不到 整个流口水 这样的 你看上去真的人不像人 这种病 如果他出生是一个 一些父母如果不是看重生命的话 可能真的把这个婴孩扔掉也不一定 但感谢主 他出生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神对这个婴孩 Robert 对他也没有什么很特别 他是忍受很多的痛苦 不过神给他一个信心 有一个信心 他本来呢 就是说一定要去那些叫做特别的学校 我们在琪琪就知道了 那些特别的学校 但是他去过之后 他后来坚持 他说他要去普通的学校里面受教育 他坚持要去 那去呢 那么容易的 你知道了 那些小孩看见这些 当然是笑他 呱苦他 整股他 这些 必定有的 这些 他面对很多这些困难 当然他也赢到一些朋友 他很多的辛苦 他不是特别的人 他跟普通人一样 但是他的困难多得很大 他没有法子好好照顾自己 他穿的衣服他不能扣扣的 他的衣服是用那些Valco 就是那些黏住的 他唯有用那种 他要自己为自己吃东西 都是狗牛而苦之力的吃的 说话都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他这样来度过了很不容易的中学 到大学的时候 他在一间基督教大学里面主修 拿了一个学位 就是拉丁文的一个学位 之后他就在一个 在St. Louis的一个高学里面去交 1972年主对他的呼召 他是一个很难照顾自己的人 但是他竟然有这样的勇气 是一个人去到葡萄牙 他有心想在那里传福音 去到那里用了两年时间来学葡萄 然后他日日去到公园里面 用他的单章来向人传福音 在开头的五年六年里面 他带了七十几个人信主 不简单的 你不要以为就这么带人信主 这几个信主的人成为他的核心同工 到了后来他的同工去到一百九十位 我说这些是同工 不是就这么信主 这是很好的门徒训练 带了他信主之后 培养他们 结果这些人在各地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他在西班牙 不是西班牙 是普通牙 留了二十一年 作美好的事工 后来回到美国 再继续读书 现在他是成为一个到处去的 见证主的讲员 他出名的一句说话 他说 I have all things I need for joy 他说 我有所有使我喜乐的条件 这是他的名义 一个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喜乐呢 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面 他面对的困难 真的很难以想象 有些人说 那个Nickey也是有这样 我不说Nickey 我说Robert Reed 原因我想说第二个人 另外有一个人 是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 这个人叫Steven Hawking 我想以后有些人知道 这个人被称为爱因斯坦之后 最出色的物理学家 有人这样说他 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平平无奇 他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 很正常的 到他后来 在读书研究工作的时候 他就发生同样的病 脑痴的病 于是他就只能够在一个轮椅里过活 只能够靠好好 一定要靠人照顾 但是神很恩待他 神给他一个绝顶聪明的脑袋 Brilliant brilliant mind 所以刚才我告诉你 有人这样说 他是爱因斯坦以后 一个最出色的物理学家 他对物理学天文学一个 那个贡献大到不得了 但在这方面 我们绝对要承认他的 但是这个人怎样呢 他一点都没有起落 他两次的婚姻失败 他出了名是难以照顾的人 可能他接受不到 他自己一个好的人 要患上这样的病 所以他脾气好不好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他无法让人明白他 又很难照顾他 他虽然在一方面成就很大 但是他的人生 他是一个没有起落的人生 同样两个人 一个是有主的起落在他的当中 弟兄姊妹 以后的世界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 世界的趋势 好像越来越 对我们有更大的挑战 信仰上面的挑战 生活上面的挑战 我们怎样去面对 耶稣知道当时的门徒 他必需要有他的喜乐 才可以面对他们一切的挑战 今天同样 我们亦都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喜乐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才可以继续面对一切的挑战 弟兄姊妹 面对社会 面对我们自己 基督徒的群体 面对我们的信心 面对我们的信仰 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 面对我们自己 这些隐而未显的罪 我们很需要 在最后的时候 如果你看我们的程序表 这个系列我常常都放下一些问题 让我们回去想 如果你有团契有小组 谈一下这些问题 不要让一篇的讲道 水过鸭背过去 如果你看回程序表里面 我写下了几个问题 给你们思考 后面两个问题 讲得比较少 你都可以想的 最主要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后面的两个问题 今天没有时间讲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主耶稣为门徒祷告 愿意门徒心里面充满祂的喜乐 你认识什么是耶稣的喜乐吗 想想 你说不知道 不知道的时候 尝试去 去知道 尝试去想想 不知道去问 我很欢迎你来问我 我们有没有被主的喜乐所充满呢 有也好没有也好 我们的原因在哪里呢 没有我们的原因在哪里 没有我们的原因在哪里 前面耶稣说 我对他们说的话 叫他们喜乐 耶稣说的话 就是他们属于主 属于父上帝 如果我们没有喜乐的时候 真的要问一问 今天我们是否真的属于主 真的要好好地去问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恨门徒呢 你有没有 经历到被这个世界拒绝排斥的经验呢 你有曾经怎么去面对呢 将来有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面对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会不会给到你有些的指引呢 要祷告 第三条不说了 下一个星期 下一个月才再说 谢谢大家 今天分享神的话语 就暂时到这里 但愿主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 不断地帮助 不断地鼓励我们 不断地鼓励我们 多看您 感谢观看